大家好,我們是國立談談海事的學生 我們這次要參賽的場景是水上糾難機動載具 我們之所以也會想要設計這個載具是因為台灣是一個海島型的氣候 每年春夏季節的時候會有煤煙雲劑 夏天的時候還有頻繁的排風劑 這些降雨會帶來非常多的雨量 需要稍微就會有非常多的淹水的情景 那甚至我們也常常在新聞上看到這些淹水的學業區 會因為池灰的快速上漲然後就受過了 所以我們就想要製作一個可以簡單採裝的救生嶺 來保障安全 那這個救生嶺就是我們的目標就是一成本 然後快速採裝 那我們就是以腳踏車當作一個動力 那這個 這個腳踏車它是 我們是採用一個葛萊斯的設計 它平常可以快速的 就是平常可以在自由的騎乘 然後水會上漲的時候 它可以有這些這個輔具結合 變成一個可以在人載具 它就可以移動了 這是我們水上救生系統或半段的傳動的部分 然後這張的設計就換了幾十張 然後這兩根腳踏車是利用腳踏車裝上火箭筒 然後再次將它的穿路 手黏出來 這樣子能夠把腳踏車架在上面 然後再利用這兩種輪輪帶動 一下子讓它轉動這樣 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機構上面 裝上了迷路 然後機構轉的時候 迷路就在這裡轉 好 我們現在在做 做好的這一個前面的方向系統 就是利用腳踏車前的放進去 這個空的插槽裡面 然後去控制它的方向 然後 再做一個緊配合的軸 軸軸把它放進去 然後底下可以做方向座的部分 這樣轉方向座就可以那種 我們找到了八個空的桶子 然後這種空的桶子剛好是有一個洞 然後將這個腳 算是腳點東西塞進去 然後把它做一個固定 固定之後再量一下 再量一下腳步 黏起來 就可以手上去木板裡面 這個是我們做好的板子 已經騎過的這個防水器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塞方向座的地方 後面就是 後面的這個動力系統 然後剛才的這八個桶子可以放在後面 不要說是將它們不停住 增加它們的牢子 增加它們的牢子 再來是我們找來的腳踏車 然後我們把它放上了火箭桶 火箭桶 火箭桶上面有鑽的洞 然後鑽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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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這樣把它 放進去 我們黏好對著它 插槽 它就會更動 可以看到它們 然後鑽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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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熱 然後鑽的洞 然後鑽 鑽的洞 然後鑽的洞 還有鑽的洞 它們沒有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